今天吃就跟咸女有关 我上次见类似这么大的东西 它里面装的可是白蛇 法海的金波见过没 这类似 这仙女怎么装碗里 有铜盘碗了 您吃这个啥 仙女米线 仙女米线 你不知道你要多可爱 别到后会是笑着再站起来 挺筋道的 粗的我感觉比较筋道一些 我去云南吃的味道挺重的 这是云南的米线 这个米线比较滑 比较软糯吧 就是更接近南方的米粉 里面都有啥菜来给我们说说 青菜呀 绿豆芽呀 肉饼还有一点帅一些 你这肉饼刚端上来的时候有多大 比这大一半吧 鱼一吃了应该有一半了 还有这种肉皮 它应该是炸过了 再卤了吧 一点也不油腻 我每次来是我这一大碗 带汤带水全喝完 这家店卖的不光有仙女米线 还有小鲜肉米线 这名字起的真的是千奇百怪 接下来的这种吃法 也许会让你大跌眼镜 豆花米线 你看这个米线 这个米线的话它就是拌面吧 还有豆花 还有肉馅 还有那个酸菜 因为他们家的酸菜是从云南那边特意发过来的嘛 味道比较好 豆花米线是不带汤的 用豆腐脑肉沫和米线拌着吃 这种吃法别说吃了 就连孟涵也是第一次听说 瓦罐脑花 对 这个我们每次来都吃它 还有香菇吧 大家吃脑花的时候最担心的是脑花会有那个内脏的腥味 看这个有吗 特别好吃 这家店卖的种类还是挺多的 有米线 瓦罐 还有肉夹馍 那么这究竟是哪里的吃法呢 鲜菇米线的话 就是说是咱们这个配料呀 东西都比较多一点 然后味道都比较浓厚一点 然后鲜肉米线吧 像帅哥吃的会变得会很帅的 都有肉饼吗 都有个小鲜肉 是一个八成瘦凉成肥的这种后腿肉 那就是正宗的云南当地的昆明小锅米线 咱这个汤的话是大骨汤 用这个咸骨和这个大腿骨在一块 要熬三到四个小时 这汤也是当天做的吗 对 所有都是当天的 云南正宗的小锅米线 是以同锅煮传热块 单锅单做的特点远近闻名 据老板说 他们在郑州开店已经七年了 为了保证当地的口味 米线和所用的食材 都是从云南发过来的 那么味道究竟怎么样呢 我们先尝一下这个 我还是第一次吃到米线里面有 这么大一块这么厚的肉饼 还是挺香的 它很像我们自己在家里面 用鲜的猪肉剁成包饺子的那个馅儿 但是口感上更筋道 米线呢是这种比较粗的 吃到嘴里依然是那种很嫩 很顺滑 软软的 带着一点点酸味 然后它的汤呢 其实是骨汤比较鲜的那种 看上去比较红比较辣比较油 但吃到嘴里会更酸一点 更清爽一些 来再尝尝豆花米线怎么样 这个拌起来比刚才那个香味足多了 里面的脑花呢也被我们拌碎了 和这个肉末混在一起了 这个东西因为我们刚才已经拍了20分钟了 我现在吃到嘴里 它是凉的 是细溜着特别滑 嚼起来非常筋道 因为即使它现在已经彻底放凉了 它那股脑花的豆香味还是非常明显的 这个我还是挺期待的 你看这个小罐味 这是一整个大脑 然后分开 上面撒的这个苏细颗粒的辣椒粉 它是辣的 但是很好吃 一点麻麻的口味 吃到更多脑花本身的香味 一点点腥味都没有 我刚才还喝了一口这个汤 它这个汤看上去是红的对吧 但它不是辣的 放了一些香料 蔬菜 比如说这个薄荷 然后又加了一些韭菜 它会多了一些蔬菜的清爽 打破了以前吃脑花的那种 富有的感觉 我还是挺推荐的